老花姨每个一答回答一下出宝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出宝说 老花姨救救我的天长鸟们 这玩意咋救啊 你整蛇都蛇了 骨折了 我不是骨科医生 我接不了 削了的就行了 你把那个老叶子削了呀 哎呦 真的是 很多的花手养天长鸟都会遇到这种 倒腹的一个状态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缺甲 缺光 好吧 就是俩事 该施肥的施肥 用通用型的肥料一般它就不缺甲 明白吗 把老叶子削了 让它重新再长 下一个出宝 可以咨询一下 鸭掌木出现叶片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吗 哪有情况 没有情况呀 这个东西很好活 随便给点肥料 随便养都能活 这玩意没情况呀 下个出宝说 这个木槿咋的了 拜托您了 怎么救它 晒得蔫了 没缓过来 丢到水桶里边 咕咚咕咚 泡痛它 泡它俩 然后呢 不会死 它还会重新再长叶子出来的 这种 好吧 没事 死是死不了 把老叶子可以揪掉了 下个出宝 老花姨您好 千年木咋回事 买回来种三个月 叶子慢慢掉完了 水大 缺光通风叉 这个就是积水过多烂了 有话说 我买回来以后没浇过水 我跟华尔美说 这个东西它从原产地运输途中 跟你还有它这个花卉市场 或者你买的那个地方它放很久了 它已经出现了 我给一直跟华尔美说 买一些个绿植的时候一定要看新鲜度 有一些个杀菌药 你比方说我以前老推荐大家什么多菌灵 恶美灵 这样就一定要背一背 来回来以后 你这种东西该浇一遍 来浇一遍 对吧 你们养狗养猫或者养鱼 是不是要先过水 再消毒 再入池 哪有说是直接弄的 不过这种是很偶然的情况 你遇上了就自个倒霉 下个出宝 帮我看看叶子倒幅怎么回事 跟那个天堂鸟差不多 缺假呀 是吧 还有一个缺肥料就缺营养 说白了 略味有一点缺光 可以给一些光的 像现在这种光的 看着卖这种 你只要晒的比较OK 比较舒服 它都OK的 别暴晒 可以晒 好吧 那现在怎么办 把老叶子削了 让它重新长 吃上肥料就可以 好吧 那我不想削 不想削就找个杆给它撑起来 或者让我们家小灰 给你传扮 已经一个叶给你扛着点去的 下个出宝 这啥 它情况分盆三四天了 打尼 这不挺好的吗 它尼不很正常吗 他加完了 分盆了就跟分家了一样 他至少这十天半个月不高兴啊 没事没事 过去那一致就行了 川普以前失恋的时候也是苦 我过来几生 哥我又好了 很重囊很重囊 今天的养花问题就到这了 缺点不错 记得点个赞 下一个问题 4秒6秒 我是老花1 不要怕最转1 白了